老师 今天都已经初四 你都晚了三天了 你还不打算回家 我怎么觉得 你这么着急赶我走 是不是后面还有相亲 怎么可能 我只是怕你爸妈对你生气 放心吧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了 明天早上还得回上海 还得接二狗 倒是你打算什么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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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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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这是我第一次写的稿子 我想把它送给你 嗯 你什麼時候看都行 之前一直想看這份稿子 並不是因為好奇 而是我想知道 那時候的你協作的初心 你最初想要傳達的思想 描繪的世界 因為我相信 一份東西 它可以打動作者數於年 一定也可以打動讀者的 周川老師 謝謝你 願意跟我分享它 可是如果 如果這份東西是你不願意提及的過去 我願意把你從過去拉出來 和我一起 走到未來有光的地方 有光的地方 那我們一起 因為我說過 我被光所用了 好 喂 媽 好好好 我马上回家 不好意思 我妈催我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吧 我到家了 那你先回去吧 去吧 我真的回去了 等等 上海姐 上海姐 老师我进屋了 那我走了 老师 你抬个头 今晚的月色真美 老师 你还在吗 如果你还在 好歹回我一下 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可以 可以 句号 这是什么意思 好的 知道了 别胡闹 夏母书师 说好的夏母书师呢 有没有温泉素衙 睡吧 晚安 晚安 他是真的听不懂吗 还是 是在拒绝我 句号的意思是 我们到此为止了 有跟他叫你 既然是 鸣 绢 谢谢大家